各位大家好,我是豪豪 我現在在WEB TV ASIA 網路紅輪志 到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活動 一個什麼大學的什麼什麼職業 那時候的經濟行業 叫什麼經濟職業 後來他們 我就想說要拍一個預告片 就是預告大家說 我們有一個經濟職業 請大家來一起談 我就想說 我也可以拍一個影片 所以那時候我跟朋友借DV 然後就是可能上網看一下說 喔影片到底要怎麼拍 要怎麼剪 後來就拍出一個預告片 那時候大家也都很喜歡 所以那個表演之中 我也穿插了一些自己拍的影片 然後得到的迴響也都蠻好的 所以就開始對影片有熱忱 因為得到人家的肯定 就覺得說 像這個東西很好玩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拍片 跟剪影片剪輯 因為其實很多人覺得說 我工作很煩 但是其實我覺得 自己在剪片的時候 然後我會很樂在其中 我自己像Tuber啦 但是最難過 我覺得可能還是 看到一些負面的評論 你知道嗎 一早就看到這麼沉悶的留言 然後還會去點一些留言 所以有時候會不太敢 越來越不太敢去看一些留言 一些玻璃心 我覺得其實有些負面評論 是對我有幫助 就有些會說 怎麼樣不好笑 或是 有些會給出一些比較具體的 我覺得這些是對我有幫助 雖然看了會很難過啦 但是會想說 原來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 或是哪邊走偏的之類的 對 就是甚至我爸自主道軍 他會一直幫我想一個 雖然都很爛 就跟他說 不要再講了 有時候留言 他會很好笑 然後有時候因為他有Facebook 他一直常有留言說 他會幫我打一整段腳本給我 我就說 我覺得我顯得很久了 很好笑 然後就吵到蠟蠟 然後我會想說 不要讓我直接寫字可以了 導致說大人 絕對看不懂我的影片 但是因為他們從以前到現在 都一直在發我影片 都知道我影片的笑點 所以其實他們應該是 全台灣唯一兩個 就是五十幾歲 就會懂我影片的人吧 因為我家裡是開幼稚園 我家裡是開幼稚園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不對 所以我對現成的演員 可以讓我用嗎 拍了第一天就發現 超超不對 其實根本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他們記不住 記不住泰桑的拍子 然後他們 可能要叫他們走位 都要排很久 對 然後 可是後來剪出來的 成品 我是覺得還蠻好笑的 對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反差 是我當時沒有想到 就是 小朋友用他們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的那個表情跟語調 然後去講出一個很超靈的東西 其實我這一天的用意 只是想要給家長看 跟家長說 給我這個活動 請大家來參加 然後我沒想到 會被這麼多網友看到 再隔一天 新聞就打給我 記者想要來採訪 那時候我覺得超級莫名其妙 就是 怎麼會被記者採訪 那時候我就 一方也沒覺得很開心 一方也沒覺得很不私隱 對 然後 其實那一部的點閱率 已經 讓我就是非常震驚 因為 我這輩子從來不知道 我的點閱率可以到 就是想說三萬 就已經非常高 是我的直線了 但是那一天 我記得是三天 點閱率都到五十萬 那時候我想說 哇!五十萬 就是怎樣的數字 就有點像是 沿收錄管變三億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之前大學是念 幾乎記念 像是商業相關的 可能只有我金融 然後怎樣宣銷 可是 一直覺得自己 不太喜歡那個壞的東西 應該是說 因為我是學商 可是其實我的資源 大概就是 只有金融啊 只有理財 但是我只有對那方面 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 然後我就開始反應說 對啊 為什麼我要念這個 所以其實就是 高中升大學 其實志願都是在 從高分往低分填 所以就是填到什麼 就什麼好不好 既然大家都填 填就填 所以其實大學選的一個志願 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志願 我覺得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很重要 我覺得 像我之前一直 不是想要念什麼MDA嗎 當什麼上官啊 想說未來出來的年收入兩百萬 假設很多年都這樣超爆多 可是我一年 可能有三百天都在做我自己 不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每天都想要 其實在想要回家下班 然後這樣的生活一直到五十歲六十歲 我即使賺了一堆錢 但是我回頭過來看一下我的人生 想說我這大半人到底在做什麼 即使賺了一堆錢 我真的開心 其實我一直用 一直用這樣的觀念去說服我自己說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一起賺一堆錢 然後 就是 我覺得 重要還 重要很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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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 再不碰碰就能詞 我們在WEB TV Asia 網路紅人詞 稀釋 對 兩